大家好 欢迎收看I'm a Neat Cafe之孙子史法 我是孙云喜 先说说港股 今天港股早段挺威衰的 曾经升穿过27000点 不过其后就回远了 幸好全日都有升幅 其实一度升幅收集到只有3点左右 其后又增加升幅 全日有81点的进涨 去到26669点 成交增加了不少 昨天才14亿多点 今天就去到17880亿 整个市都叫做这样 虽然高位回落 但也算是OK的 起码都有81点进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些消息是令大家有些失望 主要是香港方面的消息令大家失望 一方面呢 疫情就继续上升了 今天最新数字 85 昨天都80 今天是85 进一步上升 现在大家说一下说一下 大家都担心 会重上100 三位数字 这个疫情方面 绝对说不上是好 加上 今天香港的预期之中的好消息 都并未出现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施政报告 今天 大家之前市场就说了很多预期的好消息出来的了 当然预期一下并未成事的 包括什么呢 预期就会在楼域按揭会有些放宽 一千万以上可以放宽到七成 这个其中一个 另外就说准一步扩大互联互通 第二上市股份都可以立入港股通 换言之北税都可以买下这些第二上市股份 包括阿里巴巴 大家最关注的股份 这都是好消息的憧憬 但是结果出来是怎样呢 并未落实 比如说到互联互通 说到会继续扩大互联互通 但是呢 大家很期待的 第二上市立入港股通这件事情 就暂时未实行 所以一出这个消息 之前升得不错的股份 今次因着这个憧憬而升得不错的股份 好像阿里巴巴那样 就明显由高位出现回软了 看看股价可以 出现回软了 今天跌了3元 1%有多 走势一样的大阴烛 高位出现大阴烛 弱的 这个第一个消息 大家的美好的憧憬 并未兑现 另一个呢 就是刚才也提到的 就是楼宇案揭 就是住宅楼宇案揭放宽了 那现在结果出来什么呢 也有些楼市相关的消息的 但是呢 就跟住宅就无关了 就是那些非住宅的那些呢 就双重引发税可以全面 换言之呢 大家憧憬的 对 主要的楼市的组成部分 就是住宅方面呢 就并未有新的政策 就离好它 所以呢 亦都是 就 让大家失望啦 不过好在呢 就是香港的相关地产股呢 就并未呢 就因而 就急速回吐 那么多多小小铃铛呢 就是之前其实呢 都没什么升过 那么啊 所以今天就是 没什么希望 所以也没什么失望啦 起码股价来说呢 就不算有很多希望啦 昨天虽然传过一下 那么地产代理股呢 就升过一下 但是地产发展股呢 就早前呢 一直都没什么升过 去反映过希望 所以现在呢 就并未用跌下跌呢 来显示大家的绝望 所以呢 这两个消息呢 分别使得科技股 第二上次股份回吐 但是地产股呢 虽然的消息都没有好消息 但是都没见回软 但是总的来说呢 就不是太理想啦 因为大家 预计好的东西呢 并未出现 只不过呢 香港的消息 没有正东西出现的同时呢 那么外围呢 就有些消息呢 是支持港股向好啊 那么 从小说到大先啦 首先呢 小的是什么呢 就跟汇丰有关啦 如果汇丰有关是什么呢 就是欧央行有消息 有外门报道啦 就说欧央行现在正在考虑 如果这些银行 能够证明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啊 财政健康啊 诸如此类呢 是能够呢 就稳健的 能够抵御到新冠疫情之下的冲击的话呢 这样就可以考虑 在明年放宽给他呢 就重新派股息 那么因为今年年头呢 那么欧央行也好 就不准派息嘛 那汇丰就更是凄凉啦 除了政都不给派息 那你真是 令小股东呢 欧哭无泪啦 那么当然啦 火爆点的小股东呢 当然啦 马声四起啦 那么 虽然呢 这件事呢 就不是值汇丰搞出来的 但是呢 就 都是要骂的啦 小股东来说 但是现在这样说了 有不同了 就说呢 就有机会恢复派息 而刚才说的前提呢 就是说资产 财政健康喔 能够抵御喔 那么其实汇丰呢 一路都财政是不错的 资产一路质素是不错的 所以 与这样的条件呢 汇丰呢 应羽毛意外呢 是足以达到这样的条件 所以呢 就按了新的形势 如果这个报导属杀 而这个报导呢 都算是权威的传媒啦 金融时报 那么如果熟实的话呢 那么汇丰呢 明年呢 又忙派息 那么之前呢 有些大行就说 如果汇丰派息 有机会去到 六尼息那么紧要啊 那么当然啦 这个所谓六尼息 因为股价 跌了下来 所以才有六尼息而已啊 那么 无论如何 那么现在说大行就说 有些大行就这样估计 明年可能有 那么 是不是当然都不知道啦 但是呢 整个形势呢 是对汇丰有利 所以汇丰今天呢 就你看图都见了 哇 爆上了 磅了一声 曾经升穿过250天线 这个就是汇丰 其中的外围消息 支持了香港的汇丰股票 就向好 另外的外围消息呢 就是什么呢 都跟美国有关了 主要呢 就是 怎么提的啦 拜登 和耶伦联手 什么意思呢 首先拜登啦 拜登的情细越来越好 之前呢 就一直都有人担心他不能够接任嘛 因为怕特朗普玩东西嘛 事实上他是玩东西的 不过我在这个节目 都多次谈及特朗普玩什么出场啊 因为始终呢 人民的选择 其他他的盟 他虽然想玩而已 但他背后的支持者 就是讲政坛上的支持者 你一般的平民 什么泡波那些 不要理他啦 那些啊 游易团 但是政坛上的那些支持者呢 就很难呢 你继续这样的死亡 就是硬撑下去的 就是 所谓的得道就多了 失道寡了 失道的 就不会很多人帮到他 所以呢 都一路预测 不会玩得什么出样 不会玩得很久 而呢 现在最新的情况呢 就是呢 联邦总务局 就是白工旗下的 就是负责呢 宣布谁是当选啦 以至呢 就安排交接工作的机构 已经去信给拜登了 就用总统当选人呢 来称呼他 就说呢 可以正式安排呢 就交接了 就是过度工作开进进行了 而且呢 还要撥一笔水给他 几球美金的都有啊 换言之呢 之前大家担心的 又说呢 不交接啊 特朗普明年不搬出白工啊 又说有宪政危机啊 这些全部呢 基本上呢 就一掃而兇的啦 除了特朗普仍然口硬 死撑之外呢 其他东西都一掃而兇的啦 那所以呢 就美股呢 就这两个 过去两交易日呢 都一直呢 就出现所谓拜登星浪 这个我已经 节目都提过不少次了 拜登星浪呢 就继续延续下去了 现在看到这个 杜瓊斯公益平均指数图 哇不得了 三万点又多了 那么 三万零四十六点啊 非常厉害啊 那我们 小弟当年出到炒票时 才只有二三千点啊 现在呢 去到三万点啊 真是厉害啊 拜登这个情况呢 就令美股就上升了 就推动了 就全球的股市气氛都向好 这个就是拜登的方面 另一个呢 就是耶伦了 耶伦也都跟拜登有关 因为是巨报啊 那现在好像还没在 做节目这刻 还没完完全全 是得到证实的 但是大家都相信呢 八九不离十的啦 就是呢 耶伦女士呢 就有可能 出任财长 那耶伦女士出任财长呢 那有回到 古灵都应该对耶伦呢 就有点认识的啦 因为呢 他上一天没有联储局主席嘛 那这个主席呢 其实有多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女性啦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做任就被人炒鱿鱼啦 炒他正正就是特朗普 现在没得 就来摸摸的啦 炒他就是特朗普 那他呢 成为呢 少有不能够连任的联储局主席 那 那么 那 那 那 就下台了 特朗普上场没多久 那现在呢 就说拜登呢 就聘捕他回来呢 就聘捕他回来做财长 那么 这个耶伦女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他非常夹的 非常夹的意思呢 就是 对于 很喜欢低息 很喜欢QE的人啊 那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场立刻衝击啦 会不会呢 就在 耶伦 就出来啦 就是做财长啦 夹的 甚至乎呢 有人叫他 夹 夹派女王 已经是这么厉害的 那么鲍威尔呢 也是夹的 那么当然呢 鲍威尔的夹呢 可能多了一点点 受到特朗普的压力啦 无论如何 过去表现呢 他算是属于夹的 那么一男一女 伤劍合璧 肉鲍威尔的 哇 不停打这些 打出这些 宽松货币政策出来 那么会不会 让全球的资产 进一步 双白 就是 传来的资金 进一步 双白 这样涌出来呢 这个就是大家的 憧憬啦 所以呢 美股 昨天 再升呢 既是 刚才说的 拜登 正正式式 就应该是 就当算的啦 亦都是跟拜登 可能 为任何有关 两样夹起来 就 这些资金融出来 事实上呢 无独有偶啊 或者 就是 也论成为财长 有方成为财长 同时呢 这些大行对未来的 全球资金的预测 都是非常 可以叫做乐观的 因为预计有很多钱 可以用出来 其中大摩呢 就是一个表表者 他预期呢 未来两年 所谓G4 最大的央行 资产负债表 进一步膨胀 膨胀到什么数字呢 如你用筆来写呢 这张纸 写很多个零才行的 因为多少零呢 30万亿 30万亿是美金的 30万亿美金 现在呢 25万亿 还要多5万亿美金出来 哇 这几万亿美金 好似 好像这些 这么巧 总之呢 就觉得呢 广播声 空涌而出 那这个是不是 和他觉得 耶伦 准一步 推高呢 不知道 但是他的预测呢 就是钱呢 就会 空不空涌出来 那么呢 就和呢 就和呢 大家的憧憬啊 耶伦 霸威以下迫之后 全球资金泛滥呢 是不谋而合的 这个就是呢 就大摩的预测啦 与此同时呢 就 国际投资基金会呢 就是IFF 这些重要机构 也预测呢 全球的债务呢 就会都是 含不含上下 继续啊 那么 由呢 现在呢 277万亿美元 到十年之后 去到360万亿 哇 又多几十万亿钱出来 这是 成为债啦 债通常都是 都是用来投资的啦 就是和投资有关啦 或者 不是投资 就是消费啦 隨便啦 总之呢 这些债务是这样的出来 就是钱啦 那总而言之呢 就大家对它 憧憬的情况 非常 非常 就 你说乐观就行啦 不知 其实这些不知算乐观啦 因为钱是这样的出来 那钱用出来 当然对市 一个 好像有注入动力 但是呢 你太多钱 尤其是太多债 是多多少少 是令人有点担心的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分析 或者预测 就是这样啦 那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 金融市场呢 估计这段时间呢 可能都是 反复向好的情况呢 是仍然会大 所以说 港股是不是有买搭手呢 当然加个问号 就更加 就更加准确 但是呢 如果是资金大形势之下呢 港股呢 应该 来一段时间呢 就特别是港股啦 因为 中港股市其实股息很低的 应该是反复向好的机会大 今天呢 曾经穿过两万 看一看图啦 曾经穿过两万六千七百八十二点的 就是七月的高位 两六七八二 收不到上去 就下回来 穿一穿下回来 好像假突破那样 加上呢 就这些新经济股呢 这段时间呢 就 一直是弱势的 比如阿里巴巴刚才看的弱势啦 腾讯弱势啦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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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 弱势啦 美团也弱势啦 纷纷呢 都下跌 重要的一个支持位 雖然是不是很重要 又不算很重要 但是也算是支持位 就是三角形底部 譬如美团啦 都穿了三角形底部啦 就有向下 再向下调整的可能性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这些新经济股呢 这样弱一弱之下呢 恒指有可能盛住呢 穿了穿之后下回来呢 就出现对焦整股 但是刚才说的 就整个中线的形势呢 是仍然呢 就是 市场呢 就非常呢 就 看到资金不停涌入来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后市仍然是保持乐观的 所以呢 捱个短期调整之后呢 中线有机会去再次向上 那特别是呢 来到12月17号啦 现在大家都猜呢 联储局可能又有动作啦 因为呢 就政府这段时间呢 没有办法呢 就推出那些钱啊 或者没有 订了钱出来呢 刺激经济 那联储局见到这种情况之下 那怕经济因疑呢 就受损 所以呢 可能又是 出招呢 就又订钱出来啦 那QE啦 可能QE规模扩大啦 那所以呢 市场的基本上憧憬呢 12月17号呢 就出现QE规模扩大这种情况啦 所以呢 是有利呢 就港股呢 就反复呢 就向好的啊 所以总结来说 就短线呢 恒生指数有机会呢 在乘于今天呢 就高位 穿一穿回原 但是呢 就 钱啊 会继续来的嘛 啊 像是歌仔一唱 啊 声音虚啊 钱会继续来 那钱会继续来呢 就再次向上呢 挑战27,000 甚至更高 更高下一个阻力是什么呢 27,700 大家留意着啦 上市27,700的可能性呢 是仍然大的啊 好了 说到这里呢 到时间都差不多啦 多谢大家的收看